好 各位團體代表我們歡迎台灣民眾黨立法委員賴湘霖委員跟邱成員委員到場聲援 各位朋友 現在記者會已經十點了 我們記者會今天要開始 記者會開始讓我們先喊口號 喊今天的訴求 請大家跟著我一起喊 反對排除陪審制 反對排除陪審制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反對排除陪審制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反對排除陪審制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首先我們邀請我們聯盟的召集人 林詠宋律師來代表聯盟 說明我們今天成立聯盟的訴求 各位媒體小姐先生 大家早安 台灣的司法 那聯盟的信賴度很低 司法的官僚 司法的怠惰 司法的疏忽等等 讓人民不信賴司法 所以聯盟參議審判是很重要的一個制度 司法院願意提出這樣的一個草案 這是重要的 但是在司法國事會議 當時的決議 事實上陪審參審不相相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司法院為何可以排除自己刪斷排除陪審制 因此我們堅持 既然要試行六年 既然要來觀察 這個人民參議審判的制度 是不是在台灣可行 就應該兩岸都要試行 再來做調整 或者再做選擇 司法院這種官僚 害怕人民的態度是錯的 因此我們成立聯盟 我們在這期間 短短的幾天 就有100個團體連署成功 我們在5月8號也會召開 包圍立法院的記者會 向各黨團陳請 我們希望有200個團體來連署 我們希望動員500個人 在禮拜五能夠來關心這個議題 我們希望立法院的各黨團 能夠聽到人民的聲音 我們也希望 召開司法國事會議的蔡英文總統 不要忘記了司法國事會議 大家所討論的 我們非常感謝民眾黨 奈向林立委等人 在禮拜五提出兩岸事情的版本 也在宴會能夠交互 這個惡毒的時候一併協商 謝謝他們的努力 我們這個聯盟 會繼續的來說明這樣的一個草案的重要 讓各個民間團體來連署 讓人民來了解 讓這個人民參與制度 不要被司法官僚 來這個 擅自排除 以上的說明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台灣民眾黨 立法委員賴向令委員 來讓我們說明 謝謝林律師 趙舉人 還有鄭律師 各位在座的司法法律界的先進 我想剛剛領導師長提到的 這個司改的 深受國人期待的這個重要議案 就是有關陪審參審 是否可以並行 那真的很可惜 在司法院跟行政院 會閒的版本裡面 確實排除了陪審的制度 只有參審 而參審部分 又限縮了這個 本刑10年以上 所以算起來只有 0.06%的案子 能夠用參審 那試問 這樣的一個數量 這樣的一個制度 試行六年 最後能夠得到的 對國人來講 司法改革的信任度的 關聯性 是什麼 能夠讓大家 重建對司法的信賴嗎 能夠對法官判案 不至於落入一個 對他們默有的一個嘲諷的 這個恐龍法官 或奶嘴法官的 這樣的一個想法嗎 所以 整個制度改制 真的要 跟社會各界多溝通 能夠提出 讓大家覺得 你是真的在做 而不是假的在虛應 這些法界的人士 或者是 律師界的人士 所以我想今天 由林律師 鄭律師 大家帶頭 來號召的 新的一個 變形制的聯盟 會是一個 新的司法改革 民間力量的再起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想這幾天 大家心裡很沉痛 就是殺警案的問題 我們一直在想 我們能不能 對一個審判過程裡面 更能夠讓各種各界的審判 是更能夠接近地氣也好 更接近國民感情也好 甚至更接近受害者 家人的心情也好 所以司法改革的面向 不是只有制度面的 還有社會各界信賴面的 情感面的 所以基於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們當時跟司法改革 還有陪審會 一起 以我們小黨的這個 力量 先把 變形版的版本 送進院會 當然讓能夠通過一個 真正的變形版 還是要各界更多的 研議更多的討論 所以不管是公聽會 不管是其他的政黨 我們都期許 也能夠提出 變形版的各種版本 在立院裡面 進行各種 思辨的討論 制度的嚴格 而不是只有司法院 行政院會選版的一個版 一個人一天12小時 就用快馬加賓的方式 讓他過關 如果我們沒有在上禮拜五 用用會定案 送出試刑版的這個 兩腿字 其實就只剩下 這個司法院的 參審版跟 實在力量的陪審版本 只有兩個版本 那我認為這樣的做法 其實是對於 過去總統已經 承諾施改的這個部分 是毀落的 是對新的 他的五二年就要到的任期 來講 他是私信的 這樣的狀況 我們不希望發生 所以民眾黨 雖然力量不大 但是我們願意 在這樣的一個 事情的這個政策 跟研議法案的這個 方向上面 跟民間的力量 一起努力 希望大家一起支持 有更多的人 能夠站出來 以上謝謝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台灣陪審團協會的 鄭文隆律師 代表發言 大家 大家好 我們今天 環禮出來 開這個記者會 我們主要是 要反對 司法院 一意孤行 要推這個所謂的 國民法官的參審制 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制度 這個制度 在日本 他是全世界 獨創的很怪的怪物的產物 那台灣竟然要學一個怪物 而不去學一個全世界 五十二個國家 已經用了數百年的一個 很穩健的陪審制 那這個日本施行 這個參審制的結果就是 案件會 重判 冤案增加 然後很難去方案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台灣的施行結果 會讓司法更糟糕 這個我們是非常反對 那最起碼 要兩制並行 但是我們非常反對這一次 司法院在推的立法的過程的 炒帥傲慢跟沒有誠信 為什麼是炒帥傲慢沒有誠信 就是他們所要強推的參審制 就是一個假的改革 而且司法院去年 跟民間已經討論了一個 兩岸並行的版本 剛剛林永宋律師有提到了 那他們現在是一概否認 這個就是沒有誠信的政府 我們希望審判的案子 司法的審判 不能草率 不能傲慢 不能沒有誠信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司法 沒有想到現在的司法院 帶頭示範 給國人看到 不只他的法官 有一些是草率辦案 是傲慢辦案 是沒有誠信的 現在是司法院帶頭示範 什麼叫做草率 什麼叫做傲慢 什麼叫做沒有誠信 什麼叫做沒有誠信 如果司法院一直用這個態度 在擬定國家的司法政策 跟大家報告 我們台灣的司法不會好 那我們訴求是希望 最起碼兩岸並行 為什麼 連司法院 再跟我們開會 還有像法務部代表 在立法院的公聽會的時候 都承認 陪審團制度是比較好的 然後他的結論就是說 台灣不配拿比較好的制度 他要用一個比較差的 請問大家你聽得下去嗎 司法改革 要就改好的 不要改壞的 對不對 要就好好改 不要隨便改 要就改真的 不要改假的 整個司法改革 是一個重要的工作 要玩真的 不要隨便真的在玩 所以我們認為說 我們這個團體 呼籲之後 我非常訝異 我們本來開會認為說 今天大概會 50個團體會來連署 沒想到竟然破表 已經達到100個團體來連署了 可見民間支持陪審或支持 兩岸並行的制度的聲音多強大 我認為司法院或是立法院 應該重視這一些民意 我們不是一個 不就是一個民主制度嗎 那就應該聽聽民意 再來就是說 司法也要民主化 今天陪審的 參審的差別就是 陪審就是 司法民主化的一環參審 而不是 所以我們呼籲 立法院 這一次在 這個討論 人民參與審判的時候 應該至少 要有陪審團 至少要有2萬並行 那這個過程 我們看到 所有的黨團裡面 最起碼在野黨 也非常支持陪審團 像今天來的民眾黨 非常感謝賴向寧委員等 他們也提出了一個 兩岸並行的草案 那像時代力量也提了一個 陪審南華草案 他們都非常認真 像國民黨裡面的 李貴民委員 也非常的認真促成了 兩岸並行可以 這個參理或實施 我們不了解 執政的民進黨 去年還支持兩岸並行 2012也提過陪審南華草案 他的黨綱也主張陪審團 他竟然可以說 他放棄他的所有執政的主張 而不採 我們認為說政治要有誠信 也要聽一聽 這個在野黨 他們主張的也要聽進去 我們認為這個才是真正的 民主政治 也謝謝我們這個 共同來參與的團體 這麼熱情的參與跟支持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2017年 總統府司法百格國事會議 第四組的委員 張靖律師來發言 今天我們第四組的分組委員 由我跟謝明珠兩位出席記者會 在出席前 我們第四組分組的召集人 徐毅秀大法官特別告訴我 要我代表他 當我們進行這個連署 也不過兩三天的時間 我跟他還有謝明珠 我跟他還有謝明珠 我們在第四分組裡面 努力的跟所有分組的成員 委員們聯絡 目前參與連署的有七位 那表態支持連署的 連許藝秀委員 他還沒有連署 連許藝秀召集人 總共有十一位 他要我跟大家表明說 今天如果第四分組再表決一次 兩岸事情就會通過 那當時因為某些因素 比方說只支持培審 不支持參審 所以兩岸事情差了兩票 差了兩票只有九票 就算加上許藝秀 因為他是 召集人不能參與表決 也最多只有十票 當時的規則一定要十一票 今天我們真的有十一票達成 這是 許大法官第四分組召集人 要我代表他 向各位報告的 他這裡寫了一篇文章 在封傳媒登載 他要我特別提出 請大家多多看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認為兩制四行 是唯一正義的方案 而且既然六年後要做總體的評估 這六年來的成效 那如果只單獨實行參審制 如何去評估 相對應陪審制的成效是什麼 如果要評估成效只有兩制四行以後 六年後看人民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這是許大法官要我跟各位報告的 謝謝 我從來參加記者會都有自己的意見 今天我沒有自己的意見 我代表許一秋委員 在第四分組的意見 對外公開表示 謝謝 是 我們這場還有謝明初委員 還有王維鈞委員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話要跟大家講 我是王維鈞 司法改革國事會議第一分組的委員 我在這裡要再次的提醒司法院 請記得3月27號在總統官邸的時候 我們民間落實司法改革聯盟 在拜會總統以及法務部司法院 在這樣的一個會議場合裡面 兩個小時40分鐘 總統的才是你們忘了嗎 總統還叮嚀我們 民間團體不要太兇 要好好的協助 我們有啊 我們有好好的協助啊 可是司法院 你們有善意的溝通嗎 你們沒有 所以 既然你們不願意上一個溝通 那是不是 我們也不 必再遵照當時 3月27號 總統 對我們的一個叮嚀 要我們好好的 跟你們協助 所以 我不知道司法院 你們現在 的蠻幹 是不是就是代表了 要跟我們的 蔡英文總統對著幹 是這樣子嗎 我希望 司法院能夠好好的想一想 在任何的議題 都應該是一個良善的溝通 如果你們不願意溝通 那就 可能 後果 就得自己要去承擔 以上是我的發言 謝謝 是 我們接下來邀請 憲民主委員 好 請憲民主委員 我們講幾句話 我要說的是 現在司法院一意孤行 想要進行的 學習日本的裁判原制 是 日本在1999年司法改革 在2000年決定開始 實行的裁判原制度 可是 在2017年 日本就大量的檢討 而且 覺得這個制度 有蠻大的問題 甚至 我們的有一些司法專家 到德國去念書的時候 要去念法學 要去念法律 德國人還問這個教授說 法律是應該很適合 當地你們國家民情的事情 為什麼要抄襲德國的 為什麼要來德國學習 那為什麼可以在 日本都在大量檢討 他們裁判原制的 這個參審制的 一堆問題的聲浪當中 我們在2020年 這個時候 要去追隨一個 1999年決定的一個 裁判原制度呢 這是我比較質疑的部分 為什麼不給陪審團制的 一個機會呢 這個是我們第四組的人 一直因因期盼的 我們希望幫我們台灣的 所有的人民 找到一個適合我們的 一個司法制度 不要再造成有一些 冤案持續的發生 恐龍法官持續的發生 謝謝 我們接下來邀請那個 第一次參與記者會 我們台灣國會透明化協進 促進協會的常務理事 王小玉女士 為我們發言 鄭律師 張律師 然後各位記者大家好 我今天代表國會透明 來參加這個支持 裁判原制度的執行 想當年就是在這裡 紅中秋世界造成了20萬的鄉民 我相信大家記憶猶身 如果紅中秋世界的時候 就有陪審團制度 結局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再看 彭文正被趕出了媒體 他每天像神經病的 一直在講同一件事情 但是呢 法院不開庭 如果今天有陪審團制度 結局也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鄭文龍律師 是我連政委員的同事 還有張靖律師 他們真的是受盡千辛亂苦 而且還在培養各鄉鎮裡的 陪審團制度的成員 他們的努力我們都看到 那我覺得我們的國家 是必須司法改革第一步 就是要走向陪審團制度 其他都不用再講了 我今天也代表我們親民黨 我們親民黨也非常支持 鄭律師跟張律師 陪審團制度 我們親民黨全部的力量 都會出來協助這個團體 然後我們來推行這個制度 下來我想 我們要包圍總統府 或包圍立法院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謝謝 接下來我們也邀請 第一次參加記者會的 台灣228關懷總會 李慧森先生 你們在哪裡 李慧森 李慧森女士 不好意思 來來來 哈囉 感謝大家 呃 台灣的舒緩 在那禮拜上頭 我們看到 歡迎是國民黨開的 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 10年前 我們國媽英九 我們國國民黨 一直到最高法院 我們都輸了 為什麼我們輸了 因為我們的先人 莫名其妙 73年前都被抓去了 在天上的這些阿公們 非常的辛苦 只有我們要努力的 讓我們的司法 跟我們的憲法 可以走到正常化 我們才有希望 謝謝 我們先介紹一下 民眾黨張祈錄立法委員 到現場聲援 感謝您 接下來我們邀請 台灣社長張業生社長 為大家發言 謝謝 我們都還記得 蔡總統那時候召開的司法國司會議 黑審制和參審制是7比7 照道理說應該是兩次並行 這樣才是彰顯國民主權 和民主國家的表現 可是 其實是民進黨的黨綱也有黑審制 但是 最近立法院的表決就是拼出黑審制 只要三審制 這樣子沒有辦法改革以前過去的貪污 恐龍案 那個打手 這個錯誤的 所以我們看看 殺警案 還有小登發案 即使蔡總統再怎麼說支持 上訴 但是也都是沒有用 只有陪審和參審一起實行 才能夠彰顯國民主權 也許大家會懷疑說 我們的水準夠不夠 我們看看 我們這次防疫 大家不是本來很擔心嗎 但是能夠變成世界都 以台灣為標準的一種防疫 所以台灣人民的水準是夠的 唯有支持陪審和參審兩制並行 這樣子彰顯國民主權 我們才能夠有資格參加WHO 美國議員要邀請我們參加聯合國 我們才有夠資格 我們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謝謝 我們接下來邀請台灣北社社長 李川信社長 問問大家發言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在這邊 其實一個很謙卑 算是一個誠懇的要求 因為民進黨是一個進步的 是一個民主的一個政黨 他在野的時候 堅持要陪審制 黨綱也有 2012年在野的時候 也提出陪審團制度 可是當他執政的時候 就背棄了他原來的堅持 這個是天受到誠信問題 所以我們期待民進黨這個執政黨 行政立法就掌控之下 唯獨司法這部分的民主化 要透過民主的程序來完成 要透過民主的程序來完成 我們得了解 絕大部分都不是法律人 為什麼 人民的期待太高了 因為我們對司法不信任度 都超過八成八成五以上 所以我們在這邊成本的要求 民進黨黨團要聽得到人民的聲音 最起碼最謙卑的 把兩制並行的一個試驗方式 帶進國會通過 讓我們台灣的司法改革有一線生機 以上謝謝 各位好 我們今天有登記要發言的團體 都已經發言完畢 請問一下 還有沒有其他的 我們請蘇煥志律師 台南縣縣長蘇煥志律師發言 各位 台南發起的 民主宗林律書跟鄭律師 各位參與的各位朋友 各位媒體的朋友 剛剛大家都已經講了很多了 其實陪審制最重要的 在人類的歷史上 其實在希臘城邦時代就有了 最近我們看到 美國在立國的時候 正式把陪審制放在他的憲法裡面 而且美國的獨立陪審制 是非常重要的 保障的一個制度 那麼 而且 到底台灣人適合不適合 其實在 16 17世紀 東印度公司到台灣來的時候 當時的審判制度 就已經採取陪審制了 那麼這個在歷史上也是非常值得 有趣的 那麼 華等的部門 我們看到 香港 從19世紀的中葉 就已經開始實行陪審制 到現在 香港都還是靠陪審制 那麼現在香港的 這個民主運動也是靠陪審制來保障 那麼另外連共產黨 到底要不要兌現他的 這個施改的承諾 那麼把陪審制納入 這個兩岸事行 就是小英總統有沒有誠意 改革司法的最重要的指標 那麼 上個禮拜大家最關心的 那麼 吼車上殺警案 那麼結果呢 竟然這個兇嫌 因為所謂的失調症被判無罪 那麼這個跟整個社會的期待 法價值的認定有相當大的落差 這個也更可以突顯說 所謂的專業法律精英 跟社會的這個共同的經驗脫減 所以更突顯 陪審制在台灣司法改革的重要性 希望大家共同主持 謝謝 我們現在邀請民眾黨張祺路立法委員 為我們發言 好 那個謝謝大家 我是代表民眾黨 其實這一次的陪審跟參審 並行這個制度是由本黨 就是為我們整個大聯盟這邊 來提出這個樣子的陪審並審的 這個共同的這個版 一起進行的這個版本 我相信這個陪審制跟參審制 這個已經在這個司改國事會議中 有國人高度的共識 而且也有執政黨自己以前的這個承諾 所以我們認為他們不要去打假球 尤其現在我們其實是非常謙卑的 只是希望兩制來並行 等等這些我們都是要靠著這樣一步一步的這個司法改革 我想我們民眾黨 其實能就是略盡綿薄之力 就是代表整個這個聯盟 提出這個參審跟陪審 就是並行試驗的這個制度的這個法案 我們希望在這個立法的過程中 不管是朝野其他的政黨或者是執政黨 都不要去阻擋這樣子的一個謙卑的這個司法改革的這個訴求 以上我們就還是再次欲求 我們要把這個參審陪審這個並行的這個制度 能夠盡速立法通過 讓我們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司法改革的工程 謝謝 我們就要邀請我們李永宗律師 非常感謝民眾黨的支持 在這個禮拜四五月七號 國民黨的司法法治委員會的召集人李貴民立委 也會在召集有關參審陪審的一個公聽會 我們五月八號上午九點半 我們會動員五百個人來呈請 在九點半會在立法院的前門 我們再喊一支口號好嗎 好 來讓我們喊口號 反對排除陪審制 反對排除陪審制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反對排除陪審制 反對排除陪審制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反對排除陪審制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陪審參審一併試行 好感謝各位 感謝今天到場來聲援的各位團體朋友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禮拜五 禮拜五中山南部立法院大門口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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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